超人发动无脑战争,被达克赛德反杀,正义联盟成了黑暗联盟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DC动画宇宙收官之作 黑暗正义联盟,天启星战争 故事要从一次对外作战说起 正义联盟收到情报,达克赛德朝地球放出了隐形无人机 这预示着地球很可能会成为下一颗被征服的星球 联盟老大哥超人率先发话,他认为必须转手为攻 来图认为他们应该先和达克赛德谈判 闪电侠也提醒大家,不能忽视他在闪电里看到的可怕未来 扎康同样持反战立场 不过嘛,超人老大哥这回却一反常态,执意主动出击 就这样,正义联盟主动朝达克赛德的老巢天启星发起了进攻 坑爹的是,你作战就作战吧,连情报都让人家盗取算什么 果然,联盟军刚到天启星就中了埋伏 一票成员都被俘虏,成了达克赛德的奴隶 只有扎康一个人开启传送阵逃跑了 达克赛州抓到超人后并没有杀他 而是将夜化克星石注入超人体内,让超人彻底沦为战武扎 之后,地球便彻底沦陷了 两年之后,超人逃了出来,他开始寻找地球上剩余的力量 打算再次组织联盟反攻天启星 超人的第一站就是扎康这儿 由于上次临阵逃脱,扎康几乎成了一个丧尸斗志的废物 不过嘛,超人开启嘴顿大法,又把扎康忽悠进了联盟 搞定扎康之后,一星人便利用扎康的电微咒来到了达米安这儿 超人告诉达米安,他的父亲蝙蝠侠不幸被达克赛德洗脑 现在已经成了达克赛德的傀儡幕僚 想要唤醒蝙蝠侠,唯一的希望便是儿子达米安 尽管和父亲的关系不太好,达米安还是同意了和超人去救出父亲 接着一星人又来到了史醉克岛 集结了小丑女,鲨鱼人,暴女等新力量 路易斯开始给新联盟制定作战计划 目前地球上有三台机器将地球沿浆送往天启星 他们需要对这些机器发起进攻 让达克赛德将手下的毁灭魔派来地球 这时突击小队就会传输到天启星启动毁灭程序 这个计划看似很完美,不过嘛,似乎忽略了大boss达克赛德 这时路易斯又告诉大家,他在达克赛德那边有卧底 根据线报,达克赛德近期会离开天启星 作战计划定制好,剩下的就是硬钢了 沙赞小分队和蝙蝠小分队朝两座机器发起进攻 之后扎康又侧动沼泽怪朝第三座机器发起了进攻 达克赛德那边不出所料,将毁灭魔部队派了过来 突击小分队迅速赶往传送点 一行人在那里遇到已经叛变的莱突 不过很快莱突就表明了他的卧底身份 他启动传送点,送突击小分队来到了天启星 另一边,达克赛德刚刚征服欧亚星 绿灯军团被团灭 黑化蝙蝠侠传来信报,正一联盟闯进了天启星 达克赛德迅速回程 突击小分队这边很快就遇到了阻碍 黑化的神奇女侠等人挡住了突击队前进的道路 恶魔和神奇女侠展开了热血决斗 最后被神奇女侠送去领了盒饭 这时扎康站了出来 他启动驱魔咒,让神奇女侠恢复了神志 神奇女侠拖住黑化的超级英雄 突击队继续赶往引爆点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不停奔跑的闪电侠 闪电侠被达克赛德当作能量源困在机器上 超人救下闪电侠,一行人继续向前进发 每走多远就遇到了钢古 钢古被困在起源之墙上成了思维傀儡 扎康再次启动咒语,让钢古恢复了理智 超人打算救下钢古 然而钢古已经与起源之墙融为一体,无法离开这儿 这时蝙蝠侠和达克赛德也赶到了现场 超人立马冲了上去,却被达克赛德轻松秒杀 身上的战衣被加码射线粉碎 为了把蝙蝠侠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达米安拔刀上阵 不过儿子实力差父亲实在是太多 最后被父亲狂扁一通 眼看就要死于父亲刀下 这时蝙蝠侠却想起以前的情景 他的理智被成功唤醒 摆脱黑暗的蝙蝠侠反而受给了达克赛德一刀 不过这点伤害根本伤不了他 达克赛德发出加码射线 达米安替父亲挡住射线自己被烤焦 眼尖爱人被杀 毒鸭也彻底爆发 三公魔趁机挣脱封印从毒鸭身体中冒了出来 一旁的扎康见三公魔现身 用驱魔剑将三公魔剥离出来 他本想将自己当作三公魔的宿主 但是三公魔却看中旁边的超人 他附身超人体内成了战力爆表的恶魔超人 还反手送扎康领了盒饭 接着恶魔超人和达克赛德展开对决 几招就把达克赛德打得鼻青脸肿 然而就在这时地球那边就传了录像 毁灭魔进攻传送点 爱人路易斯就此牺牲 接着恶人死去 超人终于恢复理智 驱逐了体内的三公魔 达克赛德趁机封印了三公魔 超人开始靠自己的力量和达克赛德对决 不过仅凭自己的力量似乎干不过达克赛德 此时旁边已经隔壁的扎康来到了天堂 在那里他遇到了扎塔纳 扎塔纳说扎康还有别的使命没有完成 就这样扎康又活了过来 复活的扎康结束了三公魔的封印 新旧两代大魔头开始上演 终极对决 刚鼓启动传送阵将毁灭魔都传了回来 正义联盟则回到了地球 达克赛德和天启星一起被洗进了黑洞空间 回到地球的联盟成员发现 地球已经被抽走三分之一的地核 接下来的生态灾难可能会导致数十亿人丧生 为了拯救地球 只有最后一招了 闪电侠再次发出闪电重启 这是又能拍续集的节奏 对于这部热闹哄哄而又草点多多的DC动画 你是不是也想一吐为快呢 欢迎大家留言吐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